我们以前一直都是朋友的关系 直到去年一次偶然的事情 让我俩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之后 我总觉得我们一直都没有很信任对方 他性格很开朗 我们能玩到一块去 但一旦我们发生分歧 他就变得特别强势 处处都要和我争个输赢 最近他对我越来越冷漠了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对我的新鲜感没有了 想和我分手 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 我有时脾气不太好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冷静一下 为什么他非要逼我呢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景23岁来自江西 萧瘦 小文24岁来自江西 舞蹈老师 欢迎两位年轻的朋友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今儿要来干嘛呀 是这么回事 是我要来的 就我俩之前吧 都是朋友关系 两三年了 然后因为今年跨年的时候 一次机缘巧合吧 我俩就从朋友关系 转变成这个恋人关系 我就很好奇 什么样的机缘 因为他朋友的一件事情 反正具体的可能不太方便说 反正就是我们俩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成为了恋人 这是一个特别的跨年 让它过去吧 后来呢 然后后来吧 我一开始 就是我俩处得也都挺好的 觉得说大家都互相挺熟悉的嘛 可是就这两个月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对我的这个态度啊 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 一个大转变 微信呢 发个八句十句的 他就回个一两句 也会 嗯哦好的 就这种消息 然后我也找过机会问他 我说我们今天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也不具体告诉我 我觉得太焦虑地 这样对我来说 就感觉是冷战一样 除了微信之外 还有什么变化呢 你觉得 还有就对我的态度也 就是很不耐烦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啊 约好去动物园玩 到了那天就下雨了 下雨了 我说那没办法 咱就先去张场和超市 要吃点东西吧 待会也好逛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完之后呢 我们也吃饱了 他突然一下 他就给我甩脸色了 他说我不去了 对啥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走到哪里都是公众场合 那天也下了雨外面 然后我们有经过动物园的时候 他下去帮我移那个停车牌 然后可能脚上有一些泥巴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人 我觉得时时刻刻人都要保持一个光鲜亮丽的状态 他走到商场里面一个公众场合 你就那样的泥巴 然后脱个湿脸的头发走进去 你觉得好看吗 你就因为不好看 然后你就凶我 就说不去了 你不觉得很不明其妙吗 谁认识你啊 对啊 你跟我谈谈 你又不跟面子谈谈 怎么在外头下雨进商场 避个雨 头发淋湿了 是一种自然状态啊 反正我是不喜欢 行 还有什么样的事呢 我们就是真的有一些 很小很小的事情 一些几十块钱的事情 都能炒成大炒 我觉得没有意思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 比如说 我们两个有一个规定 就是吃饭一定要吃三菜一汤 在一个餐馆吃饭 已经点了两个菜 然后最后一个菜 我要吃辣椒炒肉 他要吃西红柿炒鸡蛋 当时那两个菜已经上来了 我就一定要吃辣椒炒肉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两个吵架 他当时拍桌子 把那个 它是有一个进口的一个盘子 铝箔金的 然后给打碎了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真不是故意的 对 你不是故意的 你打碎了 你就往外面走 你就跑掉了 也是吵架 不是 这个有什么好炒的 你点了一个炒肉 你点了一个炒鸡蛋 不就得了吗 再加一个菜吗 我们两个可能也比较节俭吧 没有 因为 这太能较劲了 不是 因为我觉得太浪费了 因为每次他都饿了之后 他就点很多 点一大多又不吃完 那盘子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他赔的 他走了 然后我要去追他 服务员拦下 我就不让我去追他 就赔了六百 反正那盘子肯定是 在嘉义西红柿 肯定是能吃得起了 对 我觉得这种事情 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你知道我这个人 我希望就是 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 什么事情 尽量由男生来做出 我觉得我是一个 个人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大男主义的人嘛 就是我说什么 你应该去做什么 那我可以理解 你理解什么 但是并不代表 你说什么我要做什么 而且最近你对我 这种态度 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你对我什么关心啊担心啊 我最近工作很累 很忙 反正你就是各种借口 就是一直都是很累 冷静 就是我需要空间 我要冷静 我找他说事 把他也不讲清楚 也不告诉我 我来这里 我都是扣了工资才来 你一定要扣得我来 那我就是想通过来说清楚啊 你觉得有意思吗 现在这样 孩子吵 对 这样肯定是没意思啊 把吵过的事再吵一遍嘛 加深伤害嘛 那女生觉得男生 为什么会对你最近情绪变了呢 我觉得他可能 就是今天赶过了 对我不耐烦了 而且他最近这两个月 态度变化太明显了 我忍不住就翻了下他手机 多了得有个二十多个异性吧 谁让你翻好手机 那你自己都这种态度了 我问你也不说 女生地球感就是很强啊 那每个人都有个人 私人空间好吗 那你家的二十多个小姐 你对了 我跟你有说过 我们每个月 公司都会有绩效的考核 我从事的是 销售化妆品行业的 就是我一定要跟这些 二十多岁的这种年轻的女性 打交道 但是我赚这么多钱 我不是为了你吗 那你说为了我 现在你又这种态度对我 然后又冷卧我 我感觉不到 我真的感受不到 我那段时间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工作十个小时 我八个小时要打电话 我根本回不了你微信好吗 行 回不了微信 加十多小姐我都不说 那你告诉我 你鞋绳上面的 订房记录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就是订房记录 鞋绳上面 你不知道吧 之前我们飞机 是用我的那个手机订的 鞋绳号就挂我上面了 所以他订的任何东西 我这边都能看到 你不记得我提醒你 那天晚上 我问你去哪里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件事情 而且我说的不止两遍 你没有跟我解释清楚 我的朋友来家里做客 然后当时晚上已经很晚了 说想打个麻将 那最近的一个酒店 他已经没有麻将房了 只有大床房 才能搬麻将座进来 然后我订的是大床房 加麻将座 而且我们三四个朋友 只有两个异性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跟我说的 他跟我说的就是 给我发了个微信 说我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玩 去哪里也不说 跟谁也不说 然后我给他微信发 那我不是给你报备了吗 我说我要出去玩 你这叫报备吗 完了之后 微信也不回了 电话也不接了 这叫报备吗 但我说了你不信了 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之间 要的就是信任 OK 你说这样 我没有办法信任你啊 你给我的安全感也不够呀 那你要时时刻刻地 去微信视频吗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你说你绑定我的 微信的定位 我走到哪里你都知道 你绑定我的携程消费 我每一次在外面 只要是出差 开房 消费 你都知道 而且我最接受不了 你为什么要绑定 我的微信支付 我哪怕买一瓶水 你都知道 那我也是不放心你啊 你最近就这种态度 如果你不是这种态度 跟之前的咱俩好好的 我能去 你不觉得这样 我嫌到慌吗 一天到晚 你不觉得这样 像一个监视器一样吗 我不觉得 行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七七姐的时候 你上厕所 我看到你手机 有一个王哥 给你转移一三一四 这个事我给他解释 起码不下三遍了 他还得搁这扳车 你现在再说一遍 也不信啊 那个事怎么回事 约我舞蹈老师 完了之后 另外会去接活动嘛 接了活动之后 当时七七节 我们那场活动 做得挺好的 王哥就我一个客户 然后做得挺好 我们的总款 一千两百块钱 完了之后 他说借着七七节 这个契机 一千两百块钱 借这个契机 给你转移三一次 人家就是觉得说 多转一点钱 给我也没啥地吧 而且我给他解释三遍 他就不信 怎么说都不信 他怎么不给你 转一千三一千四呢 给你转一三一四 你就隔着字眼 你就卡着那一十几块 应该有意思吗 我就是不信 哎呀 你开房 我收红包 你们俩挺对的 你说你一个舞蹈老师 你为什么经常 晚上超过两点钟 再回家 我之前跟你说了呀 我说了我会去坚持 接其他的活动 有时候谈谈夜舞 或者是我们活动 做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去聚个会 聚个谈 你聚会你谈夜舞 你谈到酒吧去了 你谈到两点 有礼吗你觉得 不是有没有礼的问题吧 重点是我之前 给你解释过了 我也说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活动结束了 完了之后 一起去吃了个饭 那你需要谈什么业务 谈到每个星期 有七天 都有每个星期吗 你夸张了吧 对 你就算 只有那两个星期 每天超过两点钟回家 然后完了 不给我回微信 那我当时 跟他聊着业务呢 我手机也没看开着静音 不是 我特好奇地问一句啊 就酒吧里怎么谈业务啊 没有 我们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活动好多都是 做完了之后 其实也不是谈业务 去七天里面有一天 是谈那个业务 但大部分都是我们 做完活动之后去餐 吃完饭之后 大家去唱个歌呀 去酒吧玩一下 放松一下 就是这样 主持人 你相信吗 那听懂吧 我是不相信 连续七天 一到六天的时候 我都在忍 我第七天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在门口堵你 两点一十五 你搂了一个男的出来 那是搂吗 你不要曲解好玩 那是搀扶好吗 就是我搀着别人出来 因为我那个客户 他喝多了 而且当时他过来的时候 我看着他了 我还喊了他一句 我说你过来扶一下 我说这我客户喝多了 是吧 如果我这有什么猫 我会让你过来扶一下他吗 对 我当时是一肚子火 但我能当着客户朋友面 我也不好发飙啊 不是啊 你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 他就这样事后翻账 当时他也不说 他觉得这个事就过去了 然后事后就给我翻各种账 对 当时我已经很明确跟你说 我说我不希望 你这么晚去回家 你这样让我真的 很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 你知道安全感吗 我也是为了多赚点钱吧 我俩开交非常大 就我俩经常出去 吃得挺贵的 也经常旅游什么玩什么的 然后这我两个人 还脱了两套房贷 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了 这样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而且你这段时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理你 你真的 有时候 是 我问你啊 你不告诉我呀 你特别强势 你没有发现吗 你觉得换谁能接受得了啊 我已经处处很在忍绕你了 我有理说理 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我哪里脾气大了 哎呀 两个小朋友啊 心里都藏了不少事 对吧 你说你跟他在一起 你没安全感 对 你说你跟他在一起 你没有安全感是吧 之前是没有什么的 就这两个他态度变化了 让我觉得很关心 你们这安全感 都被谁偷走了呢 他有女客户 是因为工作需要 为了给你挣钱 所以要加很多小姐姐 你说我开销大 所以我要加很多小哥哥 我特别好奇一点啊 你今天把他拉来 要干嘛呀 姑娘 我就是受过了他 最近这两个月 对我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要谈咱就好好谈 好 要不然你就分手 对 要不然你不行的话 毕竟之前都是朋友关系嘛 你说不谈了吧 就回不了朋友关系了 所以这个缘分也挺可惜的 因为我之前也找过他 我私下找过他 他不听啊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 真的非常无力取闹吗 我觉得这种事情 我们两个人静一下心来 好好的你让我忍几天 我和你好好沟通一下 不行吗 他忍几天不是正常的冷假 人家一天两天我可以接受 三天我都能接受 他是那种 哐哐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也不理你 也不怎么回你 然后我问他怎么了 没事啊 OK呀 你忙你的去呗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正常情侣该有的状态 你不觉得我忍着忍着 真的会让一个男人 很憋屈 很难受吗 我问你啊 为什么要忍 我觉得其实男生 有时候还是应该 包容女生一点 让这女生一点 他做得不对的也要包容吗 我觉得该包容的 还是应该 男人应该大度一点 那你包容啊 有时候太多了 我也真接受不了 所以好矛盾对吧 至少你愿意跟他来 我看到的是说 你还想跟他继续交往下去 这个对吗 算是吧 但我内心比较纠结 纠结和挣扎 所以会来吗 对 女生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我就是要来解决嘛 分手我也可以接受 不分手我们就好好地相处 咱们把话都说清楚 这事儿就算解决了 对吧 对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在刚才表达的过程当中 一直强调就说 你自己认为自己大男子主义是吧 你需要一个女人 在你身边是 你说什么 她就要做什么 不全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 我认为对的 女生应该听我的 凭什么 我觉得我比她有主见啊 谁告诉你 你比她有主见 都是你一厢情愿认为啊 你觉得你自己比她优秀吗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女生也是一样 在这段关系当中 永远都在表达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凭什么 就同样为你们两个人 就是凭什么 而且两个人都没有认真的 去尊重这段感情 这边有开放记录 那边跟客户 在酒吧待到两点 就你们俩是叫着劲 比着劲来 看谁先把这段感情 推出去是吗 如果两个人决定 要开始一段 稳定的情感生活的话 请你们切记 要守住这个感情的边界 和分寸 就是我们默认 在这段感情当中 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因为我这样做 会让对方心里不舒服 这就是边界 两个人都相互说 我没有安全感 我没有安全感 是啊 你们这样的谈恋爱 给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的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安全感 我觉得是首先自己做到位 然后再去要求别人 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 那这个安全感 任何人都给不了你 1314发给你 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反正如果有个男生 给我发1314 我是知道什么意思 你会收吗 我肯定不会收啊 但人知道我是有对象的 所以你会收啊 不是啊 我就接我该接的活动款啊 你退给他那134了吗 多出来的钱 你退给他了吗 没有 就是关系都挺好 1314在情人节送 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没想那么多当时 人家也跟我说了 没想那么多 姑娘 那你这段感情 找不到安全感是应该的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湘南老师 厉总 看到你们两个 我对感情有了新的认知 因为以前呢 我和我太太 两个人是冰火两重天 我觉得两个人完全不一致 没法在一起生活 现在我发现 两个人如果完全一致 也没有办法生活 他肯定是有事嘛 如果没事 之前就告诉你清楚了 我去打麻将 跟几个朋友 如果我真的不告诉你 我知道你会发飙 对不对 我真的是打 他肯定 他都监控你 微信到那个地步了 你知道他肯定会发飙 是不是 如果是我 我一定拍张照片 这天晚上我们四个人 对吧 万一你那天发飙了 我给你看呀 我没事 对吗 你也一样 一三一四客户款 你只要回一句话说 打给我一枪 不就行了吗 不难 一句话 或者你推给他 十四块也行 有吗 没有 所以你俩一样样的 关键是 没有一方反省说 我要改 你们两个没有一个 要低筹认输的 一个我肯定是 针尖脉盲 烈火 劈雷 直到永远 他如果你们能承受 觉得还愿意享受 你们自己选择 对 但是我今天到这里来 我就是有一点点希望吧 我抱着他能改 你不要有一点点希望 他的性格怎么能改呢 他的性格 基本是愈演愈烈了吧 你的性格也改不了 你也没有全对 你自己那么多事 也动不了 所以你们两个我个人觉得 我也没有想劝 我想劝的就是找到那个 真的跟自己合适的 好 谢谢丽总 来 徐老师 相反 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 今天在现场的是你们两位 但是在电视机前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跟你们一样 因为一些小事 来回争吵的年轻的朋友 所以我接下来这段话呢 是对所有的 像你们一样 在感情当中 非常挣扎的年轻人说的 我为什么说你们两个人好呢 第一点 男生说他来了 并且他刚刚讲了说 还是抱了一点希望的 对吧 这点希望就是好的 做事情不能光看结果 更要看动机 动机是两个人都希望 把感情经营好 这就是好的 第二点 两个人对未来有规划 已经买了房了 并且还知道挣钱 这就是好的动机 然后你们还知道 去纠结对方 互相查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很好 那么接下来 我来回答一下 你们在刚才 互相提出的问题 女生说 不知道为什么 男生现在呢 回微信晚了 越来越不耐烦了 你的解释是觉得 新鲜感过了 来我告诉你 并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感情的发展 有自己的规律 感情一般来说 分为四个时期 激情期 平淡期 磨合期 共生期 一开始是激情期 干柴烈火 看一眼都能点着了 但激情期不会长久 再亲密的情侣 激情也会慢慢地衰退 所以你们的激情不持久 这是正常现象 激情不持久之后 马上就会到达平淡期 因为我必然 一段感情 要从浅的 热的 变成深沉的 厚重的 所以你们正在 这个时期当中 如果你们以后 结了婚 还可能会遇到磨合期呢 只有度过了 平淡跟磨合 两个生命真正地融合了 才能到达最终的 共生期 这是第一个 不用再担心那么多了 第二个问题 我看到的是 男生说 我大男子主义 然后呢 你要听我的 等等等等 女生 强势 情绪化 我觉得把人标签化 是一个特别 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你大男子主义 你就大男子主义了 或者你也认为 自己是大男子主义 但其实一个标签 背后都有很多种解释 大男子主义 也许意味着 强势 粗暴 但是男生也说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需要承担更多 对不对 什么叫真正的 大男子主义 小伙子 是自己扛起来这个家 这是真正的大男人 计较可不一定 是真正的大男人 那什么是强势呢 一样的解释啊 强势不光是消极的解释 所以当我们看到 一个词的时候 不要马上把那个 标签化往自己身上套 尤其不要把那个 负面的解释 往自己身上套 多想一想 这个词 还有什么正面的解释 我怎么能用这个解释 把自己的感情经营得更好 就这样 好 谢谢徐老师 来 李琪老师 很简单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人选对了吗 你觉得人选对了吗 对吧 人选对了吗 我觉得挺对的吧 各方面也都挺合的 只是因为最近这两个月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有点慌了 人选对了 为什么会不安全呢 人选对了吗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还说什么选 我选的只是当时的感觉吧 我问你选对了吗 我是问你 你知道你要选什么吗 你根本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 和你最终站在你面前 那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焦虑 所以你们痛苦 所以你们不耐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人做对了吗 你们自己想一想 131477发给你的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回一句嘛 对不起王哥 我有男朋友的 这个钱我是不能收的 男朋友看到了之后 会不高兴的 你还是把那1200给我吧 就退了 话不会说吗 人做对了吗 你也是 你开房对吗 为了一个炒蛋 为了一个什么肉片 吵架对吗 这是男人该干的事吗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也不知道 做人的时候缺了什么 所以我的意见 其实很简单 我建议你们谈恋爱之前 先学会做人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控制对方 先花那么多时间 来好好地修正自己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决定你们来做 想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其实吧 我还是很开心 就是你能够陪我 来到这里的 你说你也请了假 我觉得你应该心里 还是在乎我的 就是我可能 有时候脾气 也是大了点 但是就是我觉得 我们从普通朋友啊 走到这个情侣关系 也非常地不容易 我还是希望 我们可以相互 多包容一点 其实跟你在一起 这段时间挺开心的 如果你愿意去改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 自己也能够 从自身去寻找一些原因 我还挺相信 缘分这个东西的 挺难得 我觉得看缘分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 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看看年轻人们 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 我爱你 你爱我 你能再再长大 见证的 只想是 第一次 从来都没有给你带过 结局 第一次了 我也会尽量去改 你说的 我那些不好 然后我希望 你也可以改 我们可以共同成长 我希望通过 这一次之后 我们回去 能够好好地沟通 我也会回你短信 然后也希望 你能够撤销 那个监控 好 没关系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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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